三個參數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把這個填空題填上去 一二三三個問題就解決了 至於怎麼做 我想剛剛有講到了 至於做的過程記得不要做錯 那如果有錯的話請你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答案 真的一個字都不能出錯 所以寫程式是這樣 你只要不要犯錯 可是問題你說老師我又不熟 我怎麼可能不犯錯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認為你可能犯錯的話 那請記得一定要找一個對的範本 就是人家已經做好了 你把它參考一下就好了 你把它做的跟它一樣很像也可以 那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要想個辦法不要讓程式寫錯 你的程式就會寫得又快又正確又精準 其他的話呢 反正你就可以衍生 我是覺得程式主要就是要解決人的問題 而不是製造另外的問題 它不是問題 它是好用的工具 假如說我剛剛兩個條件 如果說我這個地方 假設每次都要改成是有點麻煩 你說老師那我要在2021到2021的話 全年度的話 那我豈不是要再改一次很麻煩嗎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在上方加兩個參數 一個是這個取得什麼呢 取得開始的日期 一個是取得結束日期 然後並且把這個x跟y的變數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裡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我們把x跟y放進來 有沒有 然後記得我用input box 這input box的話其實就跳出一個對話視窗 然後我就可以利用x跟y 把剛剛的哪一個呢 日期 將來我可以輸入進來 把它放在這個字串的中間 所以一樣的方式 這個是放x 所以把這個選起來之後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就可以了 那這個串變數的方式前面錯蠻多 所以這個可能 這就是 記得and前後要加空白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加y 那一樣把它選起來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y 然後一樣的方式 把and前後再加空白 這樣的話理論上就完成了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剛剛日期是最右邊 所以其實and y就可以了 多一個and空白好像多餘了 你可以delete掉 如果你delete掉也不會錯 只是看起來真的是會覺得 怪怪的 多一個空的在那幹嘛 好 那這樣的話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第一個最大的差別 是我們直接就可以把它改成動態的去 取得我要的資料範圍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這個匯率可以是動態的 就像這樣input box跳出來了 所以我會跳出一個input box 然後請輸入開始查詢的日期 那如果我要2021的 比如2021的這個1月1號的話 那你就輸入1月1號的這個格式 OK 然後按確定 然後到2021 不要這麼多 2021的這個3月好了 3月31好了 不要全年了 全年好像剛剛跑比較久 按確定 那他就會把這兩個參數 帶到剛剛的那兩個位置參數裡面 然後並且把我要的這個資料結果 幫我通通抓下來 那就可以做出一個變動的一個效果了 有沒有1月到3月31號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我希望它動態的產生資料的話 那就簡單多了 所以如果我想要分析一下 那個2021年那個時候的美元匯率的話 那按一下美元折線圖看看 有沒有看一下它匯率 匯率大概就是在多少 28 最低好像甚至到了快要28底部 OK 所以那個時間好像匯率真的還滿低的 現在已經30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如果懂得投資的話 像我記得還有更低應該低到大概27點多吧 所以你如果27到30 大概如果你假設懂了27買的話 我記得好像半年內 就漲了10%了 等於是說如果你先買 在美元低的時候買的時候 在高的時候賣 那相對的你等於就賺了10% 比你放定存好太多了 可能還其他的那個 那個買股票有時候不見得可以有10%的那個獲利 所以其實匯率也是一種 我覺得還滿值 像我自己也買滿多美元的 在低的時候剛好買 OK 那除了買不是說賺差價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因為美元現在定存的利息 最少都3%以上 3% 所以你如果假設通膨 可能3%以下 其實對我來說影響就比較沒那麼大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程式裡面 這個地方的話 再加上一個那個input的這個敘述 試試看 那我是建議你自己打打看 這個程式的話 建議的話就是自己再把那個input bus輸入上去 然後把這個x跟y加上去 把它做成一個動態的一個效果 那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就是希望 上個禮拜是 畫美元 然後底下就是人民幣 可是我覺得美元在人民幣的話 感覺好像 縱向有點浪費空間 那我希望 可不可以幫我變成兩個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也就是說總共有10個欄位 我希望呢 不要像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好像是一次 就是全部折線圖的話 就是按下這個全部折線圖 它就是變重向而放 美元嘛 人民幣 有沒有 但是感覺上好像有點浪費空間 乾脆這樣好了 你第一個幫我放這邊 放幾個 1 2 3 4 5個就好了 到這邊 5個欄寬 還是10個列高 然後人民幣的話呢 就放在這邊 等於是說美元放這裡 這是第一個 這是放第二個 第三個放這邊 第四個放這邊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樣可以剛剛好 安排我們要放的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我建議很簡單 反正你可以先畫一個美元 再畫一個人民幣 你大概就知道 兩者有什麼差異了 然後再把它改成全部 就可以把它匯製出來 所以今天也許多增加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就是 查詢的範圍 可以把它變成動態的 也就是日期不會限制 是只有最近兩個月吧 反正你愛怎麼查怎麼查 不過跟各位講 它這個好像有個限制 它限制好像就只能一次 最多查一整年 所以如果假設你說 2021到2023 好像它這個會超過 它會跟你講說 查詢區間不可以超過一年 所以你要查的話 只能查一年 OK 那可是一年 那你說老師一年不夠 我希望十年全部查 沒關係 你可以分十次查不就好了 第一次查2023 第二次查2022 2021 有沒有 跑個回圈 全部資料不就下來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你千萬不要被它功能給限制住 當然它有它的道理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全部查10年 查20年的話 哇 它這個Server 這個主機流量 豈不是被篩爆了 因為太多流量了 OK 可是沒關係 它有這個限制 我們用程式來跑 不過怕說 它以後會不會知道 說每個人都用程式來跑 也把它擋下來了 所以道高又一次 你要再想辦法 摩高一丈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 爬充我覺得有去地方 隨時都在 在鬥志的感覺 你改了 好你這樣 那它就改 像我有時候上課 上一上 我發現下一次上課 那個範例不能用了 為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主機的工程師 看我們上課 還怎麼樣 他就改了一個條件 讓我們沒辦法抓 沒關係 反正你改我也改 我知道你到底改了什麼地方 我再變動一下 還不是照樣可以改 反正你只要能夠放在 瀏覽器上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抓得下來 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 我們要多一個 就是再增加一個input box的部分 OK 條件 那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把十年的資料抓下來 就我剛剛講的 大概最多只能一年 這怎麼辦 你可以分十次抓 OK 你可以分析一下 所以如果假設你十年的匯率都清楚的話 你就知道說 美元最低在哪裡 應該差不多了 八九不理十 如果低到那個低點還往下的話 那整個美國的經濟應該就會有問題了 那高也不可能高太多 因為再高的話呢 那表示一定有問題了 所以他一定在正常之內 所以如果已經很低了喔 那趕快入手 所以其實我看十年不會低於二十七 所以我大概差不多已經二十七點多 趕快買 那時候我還跟我朋友聊天 我說我即將要買個一百萬吧 他說你不要這樣傻傻的 你這樣錢 還好後來我沒有聽他的 我還是買了 所以一百萬大概半年就多十萬塊出來 所以每個月我發現最近這個月沒幹嘛 好像就增加了一兩萬塊 為什麼 因為匯率一直往上漲 那我的那個換算過來的 不過之前漲到32的時候 哇 真的簡直開翻 等於是大概增加百分之快二十了 可是後來又掉下來心情又開始 不過所以這種我覺得還是要看長線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如果把它變成兩萬 哦